第十三條到第十七條都有講到就是環境可能會由這個中央主管機關 造極聯席會協議 可是它裡面是寫說根據那個都市計劃法第二七之二條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它裡面是就是有寫說 二七之二是依法要辦理環境獎品 然後必要時要辦聯席會 所以這個我不太理解就是說環境獎品 比如它這邊講要辦就是照一般我們在環保署上辦環境的方式 然後必要的時候才開聯席會 還是是比較像這邊解讀的就是直接以中央或是主管機關造極聯席會來開 對不起 張律師 還是 可能是都市計劃法二七之二吧 二七之二 其實我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最不想去談的就是環評的問題 因為我們環評從來都沒有發生過它的功能 所以現在即使被變化我覺得坦白之後也沒那麼重要 但是針對你的問題 其實就是說本來都市計劃二十七條之二 它有特定的條件 要被認定為是重大建設經濟建設的時候 在特別符合裡面所定的條件之下 它才可以平行審查 那現在我們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裡面 其實幾乎是把例外的並行審查變成是 就是說常態原則性的是優先 只要以後有資金區案件來其實就是平行審查 那其實就是等於是把本來是應該是 即特殊例外的情形變成一個常態性的做法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本來在環評法第十四條的規定 應該是一個開發案先評估它對環境會不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可以的時候才去做 決定下一步要不要給這個開發許可的問題 但是它現在把它兩個併在一起 其實說說穿的呢 就是剛剛那個徐老師或者那個文靈老師已經有提到過的 我們這個整個資金示範區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有任何真正的產業創新制度創新 還是舊思維的那個法規鬆綁 那這個法規鬆綁就是分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土地開發跟變更使用的鬆綁 那土地開發的部分當然就還包含了環評 那第二個鬆綁就是租稅的免除 那就是減免了 但是現在稅裡面幾乎都是免除 那第三個就是讓那些國外的那些人 方便他們商務人士來居留 那這一部分跟它想要拼經濟裡面 想要把要從這個示範區裡面可以引進什麼 可以創新的產業坦白講我們看不到 什麼叫做那個智慧物流 這是一個名詞嘛 我們台灣本來就有很好的物流 但是如果今天大家都那個 以後的那個轉口貿易都不到台灣 不到基隆不到高雄 我們有什麼智慧物流可以 有什麼物流可以用提升他們那個創新 用智慧物流方式去做 國際健康 這個我想已經很多的那個媒體裡面的投書都已經反映過 其實無謂就是把醫療商品化跟階級化 國際醫美的專區有錢有勢的 國內外的人可以到那邊去接受醫美的那個資料 那農業價值我想也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們的資料裡面大概有提到過了 那這裡面之前農委會曾經釋放出一個錯誤的訊息 他說國外的農產品到台灣來加工的話 只有最多只限定10%可以內銷 但是其實法條並不是這個樣子 法條的規定是說 如果你超過10%來內銷的話才要課稅 如果10%一定內銷不用課稅 但是今天我們講農產品大部分都是 不是體積龐大就是很笨重 所以幾乎不可能搭飛機來台灣 或者讓他儲存上的成本 所以他不太可能搭貨運到台灣來加工 最有可能會來的地方一定是要離我們很近 哪裡對岸中國 那如果對岸中國的農產品的價值本來很低 他在台灣做了加工之後 他可以擋上MIT到國外去賣可以賣得很好 那他即便到回銷到台灣的話 他要去負擔那個10%的營業 那個營業稅的話 他負擔還有營業稅的所得稅 他負不負得起 他當然負得起 因為他原料的成本本來就跟台灣的農產品的原料成本 本來就差很多 他負了這個營業稅所得稅說 一樣可以 只要那緊緊的10% 我們以茶葉為例就好了 他從福建、廣東、海南來的茶葉 只要今年10%進到台灣 就可以擋保所有台灣的茶葉的生產鏈 那他為什麼不做營 把他們打管之後 全世界的MIT就只有 的那個茶葉的產品 只會來自於中國大陸的 福建、廣東跟南海 這種事情他做不做 他如果要長期來想要兩岸統一的話 這樣的事情他一定會做 所以還有金融物流產業創新 其實我們看了他的實質內行裡面 我只能這樣講 其實真的都看不到有任何實質的制度 或者產業本身創新 真的有的都是幾十年來 已經在有的那種法規松綁住 所以又會這樣子的內涵而已 本來的規定是在33條 33條他說如果一級的農產品 經過二級或三級的那個 簡易加工之後呢 那個33條他沒有限定農產品 這指正在說我們的產品 都到台灣來加工之後呢 如果有超過10%以上在做內銷的話 那必須要被課這個 那個營利事業所得稅 只有這樣子的規定 那但是之前是 陳寶基是把他宣稱說 他們只限定最高上限只有10%可以內銷 坦白說只要10%的內銷 如果他的加工量夠大 因為要行銷全世界 只要10%的內銷 然後就可以當款台灣的農產品 33條 那現在只是那個10% 往上只是超過10%的需要課稅而已 所以他其實是個無上限的內銷 好 好看看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好看看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請看大家